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哎呀 大清早的 这 这是怎么了 你的小国王要抓我们 罪名是偷了他的愚人 我说的是你 像韩生这么单纯的人 怎么可能跟你做这种事情 不不不 陛下 这其中肯定有误会 误会 韩生 你千万不要被这个衣冠禽兽给骗了 本王看你一开始的目的 就是想独吞鱼人吧 本君看你一开始的目的 便不是抓鱼人吧 你想独吞谁 以为本君不知吗 哎 别别别别 哎 有话好好说嘛 不就是条鱼嘛 没错 本王一开始的目的 就是想独吞韩生 让王舅放一马 做梦 来人 都给我上 你退下 免得伤了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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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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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春瑶 他是一个凡人 你又何必动了杀气啊 阿上 你替他究竟 小国王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们就是来找鱼人的 不过 这些都是为了百灵潭的生灵 并不是有意瞒你 你不必和他解释 韩生 你不要被这个妖怪给骗了呀 他肯定有自己的目的 他是不会在意我们这些凡人的性命的 韩生 你给我让开 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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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韩生 你没事吧 葛 韩生 韩生 你醒了 你感觉如何 我这是怎么了 我們要去哪儿 你之前突然之间就晕倒了 吓死我了 那宫里的蠢太医 怎么都瞧不出病音来 春瑶她提议 带你去寻灵婆看看 抱歉 又让你担心了 韩生你道什么歉啊 你这么惨还不都是被他害的 你为何如此说 这 这还用说吗 像你这种冷面无情 独裁把道的臭妖怪 谁跟你在一起不被客死 本君无情又如何 总好过你这昏庸无能 抱你无度的咒 你 好了好了 我才刚醒过来 你们在场 我又要心计了 春瑶 这地方看着好诡异啊 不会突然出现什么奇怪的东西吧 韩生你放心 一会儿如果有危险 我掩护你逃跑 保护好你自己吧 你 吧 你 你 就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小心 这是千年冰珠 有剧毒 老婆婆 大婶 来客人了 原来闻名六界的灵婆 是一个小姑娘 靠不靠点谱啊 那你是喜欢我原本的样子啊 鬼啊 鬼啊 别怕 小姑娘 可是你要看病啊 你怎么知道 你们三个 一个 一个 是基因之气 一个 妖灵之气 还有一个 恶魔之气 恶魔 这天下帝王 可不都是恶魔将士吗 对吧 既然灵婆如此神通 能洞察一切 定能诊出寒生的病症 你干什么 哎 无妨 她没理由害我们 就是 你说你都活了这么久的人了 怎么行为还是如此冲动 那 你能不能温柔点 难道 她是中了妖毒 飞也 是结束尽了 是你在不断稀释她的精气 果然 给寒生带来致命灾祸的人 就是你 哎 阴阳消长 此起彼伏 待到群音波扬之时 也有可能 倒霉的人 会是她 为什么会如此 我只不过是个会补卦象的灵婆而已 至于天道 我可不敢窥测 你只需要告诉我 要如何做便好 就像这暗烟双子 若是他们彼此交缠在一起 便会堵死对方 唯一的办法呢 就是 将他们分开 另外 我还育有一株千年灵芝 可加固她的精魄 也可护她一世周全 不过 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 你这千年妖王的灵力 三分即可 可以 你倒是爽快 等着 韩生 你一定会没事的 韩生 你醒了 怎么又回到马车上了 灵婆已经帮你看完病了 我们现在在灰城的路上 对了 有件事我忘了告诉你 其实 真正的赤羽愚人 不是横 而是长夜身边的侍女 沈慈 沈慈 嗯 怪不得 是我疏忽了 对了 灵君呢 她 在外边呢 她说是乱动了灵婆的东西 被蜘蛛精咬了身子 现在 屁肢在抽风呢 韩生 快来 韩生 快坐 这里有新鲜采摘的樱桃 你不是最喜欢吃吗 又大又甜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你们俩平时见了跟世仇一般 如今竟能心平气和地 在这儿聊天下棋 我明白了 患难见真情 我得谢谢我这莫名其妙的病 让我从此过上了安生日子 什么真情啊 不过是本王大度 不跟他一般见是罢了 没错 他打不过我 所以才认怂罢了 你 好了好了好了 淳瑶 咱们是不是还有正事要办来着 走 陛下你慢慢吃啊 韩生 韩生你别走啊 明日可是中秋 今日是迎节 你们俩不会是溜出去玩吧 走啦 哎 喂 我打听到今天沈子当班 他会来这家玉石房 为长夜准备膳食 我们便在这里等他吧 哼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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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公子啊 佳节相至买个漂亮的衫子吧 哎呀 哎呀 姑娘您可真是好眼光啊 哎 哎 初遥 初遥 嗯 你看我戴哪个好看 你问本君选什么吗 对啊 我觉得两个都很好看 又不知道挑哪一个 你帮我选选呗 画心之人 买个簪子还要忧郁 你说什么 本君说 从不替别人做选择 那我就都不要了 哎 哎公子 簪子是定情之物 这位姑娘 是想让你买来送给她 你如此不见风情 怎么能追得到姑娘吧 嘿 老板 我都要了 哎 这就对了嘛 发上簪送心上人 祝您 早日登队 百年好合 好 慢走 小姐您好 老板 帮我拿一些迎接的八寸玉石吧 好嘞 您稍等 是你们 抱歉 我们等不及了 你有什么心愿 若本君能做到 皆可满足于你 此事涉及百灵坛乃至众生的安危 本君无法放任 毫无期限地等下去 三日 最多三日 我便跟你们走 三日 我只想求一个答案 若如你所说 沈慈为报恩一心痴情 而谢长夜 却把他当作死尸 那他所寻的答案 岂能趁心如意 哎 话虽如此 但有些事情 也不能光看表象 以前我在宫中 吃不饱 穿不暖 长夜王兄也曾救济过我 我打心眼里觉得 他应该是有情之人 现在的无情 可能是形势所迫 你倒是会替他开解 这世间最难测的 是人心 醉意变的 也是人心 若一个人受尽了屈辱嘲笑 经历了算计 背叛 那他自然而然 会变得无情 是吗 可我就没变啊 嗯 我要回去睡了 八月十五的月亮 十四月 别忘了赏月啊 走啦 纯瑶 纯瑶 纯瑶你等等我 事到如今 我到底该怎么办 成婚的事 刚才大殿上 你不都认了吗 那是因为我的身份 被谢长夜当众揭露 我是骑虎南下 还能怎么办 若你想成亲便留下 若你不想 抓到愚人后 便随我回百灵潭 他一介凡人 想抓也抓不到你 可是凌军当众下旨 我要是这么 不管不顾地走了 他会不会大发雷霆 将北路卷入战争 怎么办 这世间之事 本就两难全 你在百灵潭时 可曾想过 你逃跑所招之的后患 怎么 现在才在一起来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你既然犹豫不决 说明你早就想留下 何必再次跟本军绕完 本军说过 从不替他人做选择 他人 在你眼里我只是他人吗 是谁一开始说 我的诉书跟百灵潭有关 不放我走 又是谁一开始说 要收我做徒弟 让我叫他一声师父 又是谁一开始说 要留在宫中 借小国王的力量抓鱼人 你现在说 要我自己做选择 是不是有点太无情无义了 够了 你在质问本军 刚刚出殿的时候 王兄说我的身份 不是他告知怀安的 审辞也不会如此 难道 这是你说的吗 所以你怎么想 春阳 为什么 你为什么非要赶我走 你的最大价值就是索要 如今愚人已经找到 往后你毫无用处 本军何必带着一个脱油瓶 让自己负累 脱油瓶 好 既然现在对你来说 我已经毫无用处 那如你所愿 从今往后 我们各走各的吧 春阳公主 公主病了多日 现在身体不适 不宜见客 让她进来 你 你 既然生病了 为何不吃药 你来 就是为了说这个 这玉灵诀 是我特意做的 只可其材料不够多 因此 法力不强 但也可以去避邪碎 帮你平安 帮你平安 其实本 把这些东西给本王送进去 韩生啊 这是本王命城中手艺 最好的绣娘 为你制的婚衣 来 你选一选 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再去重做 春阳也在呢 那正好 帮我们一块挑挑吧 不必了 本君来送嫁妆的 嫁妆 这玉灵诀 就是本君送你们大婚的礼物 你就没什么别的可说的了 还有 还有什么 你之前欠我百灵潭的债 记得要还清楚 你 好说好说啊 你报个数 本王连本带利的一起还给你 那还送什么嫁妆 把这破玉菊还给他 邻居 你没事吧 没事 来人啊 把这东西给我扔出去 是 等等 一马归一马 这玉灵诀 是我灵力所助 若斜碎之物靠近 必会起效用 韩生 带好他 千万不要摘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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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